台湾的媽媽們 我們今天來是要給台灣的媽媽們 致上我們最高的敬意跟謝意 說一聲辛苦了 也趁這個機會來跟媽媽們報告一下 我們政府這幾年來 不論在中央或地方 替媽媽們做了什麼事情 總共想問一下 你今天的主題是超人媽媽 過去會覺得媽媽在家裡面 正式上超人一樣存在嗎 我覺得每個媽媽都是超人 但是我們也不能夠說 因為每個媽媽都是超人 我們就讓超人去發揮他們自己的功力 其實政府不論是中央地方 都有這個責任來讓媽媽可以更省力 讓媽媽面臨的很多困難 都可以經由政府的協助來解決 您看說美國國防部公布新的中國軍防 其中提到大陸可能已五次 而且海洋人用最大問題 您看說能對戰能佔領嗎 我想這幾年來 我們看到的中國的企圖心勢越來越強 中國的軍事活動也越來越頻繁 造成區域是有一些不安 但是我們都秉持了 作為一個區域的一份子 我們有義務也有責任 來共同促進這個區域的和平穩定 這兩三年來我相信國際社會也都非常肯定 我們也認為我們對於區域的和平穩定 是一個貢獻者 反倒是對中國的越來越強的企圖心 跟越來越頻繁的軍事活動 讓區域的國家都感到非常的不安 不過我在這裡要跟我們的國人說 我們的國軍一定會做萬全的準備 我們有信心會確保臺灣人民的安全 同時我們也要在這裡再重申 不論中國的文攻武嚇是如何 但是我們都一定堅持守護臺灣的主權 一定守護臺灣的自由民主 今天是這裡辦第三次來致 會不會也想順勢 讓民進當頭的立委首席 或民進黨這次來致首席 甚至還滿多要做 能做三萬四強 桃園的險情 我對我們鄭市長很有信心 對我們的立委也很有信心 我想問一下 就是和區區的部分 他在講說手機大密調的話 他就會失控 那現在沒有人說 技術並跟樣子 這些都還有一些問題 你怎麼在講 我覺得不論是世話或者是手機 我相信我們的黨 有很多的專家都可以一起來討論 但是我這裡要講的就是說 只要是我們的黨透過民主機制的討論 所做的決策 我們都尊重 但是我這裡還是要再提出來就是說 我們也希望要做民調的話 這個民調一定要貼近真實的民意 才能找出最有競爭力的候選人 我們社會現實的狀況是 用手機人確實很多 在我們1800萬合格的選民裡面 有500萬人是只有手機的 他們的意見也不應該被忽視 而且一般來講 使用手機的人 比使用色話的人 使用電話的時間是比較長的 所以這些 我相信我們的黨 都會做一個比較充分的討論 謝謝 好 謝謝 老總這邊 這邊 好